做意识 在面前说话没说话 会认识就是我们必须要去说话 他如果没说话 他要去说话 他要去说话 是吗 他没有去算话到 这个话说 好的书生 他要这样来教导 所以说 我们要努力去讨话中心 就是用我们的嘴里说 所以他给他说 连虎状态 要用我们的嘴里 都要去算账 算账的时候 算账的时候 就要说什么 就要说到 真理配合 不是说 跟我们的嘴里说不定 就要说什么 真理是契合的 所以我们的自信 当中所流露出来的 你就是 这个真理是契合的 这是一部分 在今天你的佛分 就是说 没有一个有告的 有一个有告的 但是呢 如果在这个 我们的演唱会 就是说 我们要要未来 要有联会做 要必须要去那里 狗化哪个亲密 是要告话 还有一个 要狗化哪个亲密 是要告话 不是 不过那些要给我们故障 所以说 六十人来说 年花从火吃 从火花 而且 大家了解 我们在明天上 会看到一句 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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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些 七分 也说不可思议 就是说 不可思议 就是说我们的自信 我们的本性 要给你讲 不是有消息 还是就说 就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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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怎么 可以 提醒 可以提醒 可以提醒 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状态 所以 我们不去做个痛 也不去做个痛 那就是我们的意思 并不可思议 是一种不可思议 一种不可思议